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六名 侠之大者郭靖 实力略高于四绝级别 射雕三部曲中的灵魂人物 早年间学过全真汉正宗的内功 初入江湖习得红旗宫的降龙十八掌 后来在休息的九阴真金号实力突飞猛进 在射雕中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就从被尹志平吊打成长为准四绝级别的高手 第二次华山论界 郭靖先与黄耀师比试三百招 黄耀师起先还有相让的心思 出手时只使了七分镜 待两百招之后 黄耀师甚至拿出了压箱底的绝技 七门五转 待郭靖挨到三百招时 已经是唇干舌燥手足酸软 事后自称再有一招飞倒不可 而红旗宫起先的想法跟黄耀师差不多 前两百招内只用了七分力 但是最后一掌却用上了全力 但却被郭靖稳稳接下 如果以黄耀师出全力为参考 此时的郭靖应该较难撑两百招以上 如果四绝的级别为十 这个时期的郭靖大概有八点五分左右 这个数麻烦大家记一下 后面很重要 神雕开篇时 郭靖的年龄推算应该是在三十三岁左右 此时的他经过了十多年九阴真金的洗礼 已经可以与第二次华山论剑中 武功天下第一的欧阳峰打平 又几年的大神官英雄大会上 郭靖以一招降龙十八掌中的飞龙在天 硬汉蒙古国金龙国师 结果郭靖退了三步 卸掉了金龙武功当中的暗镜 而金龙为了显示自己的武器强行驻足 导致受了严重内伤 所以此战中郭靖在结果上小胜 郭靖在神雕中的高光记录时 在闯蒙古大营时 以一人之力硬汉金龙国师和蒙古三杰的围殴 并且一招秒杀了三杰之一的尹克希 这个基本上也是郭靖在16年前最强战绩 此战原文旁白称 郭靖此时所施展的正是武林绝学 降龙十八掌 国师等三人紧紧围住 心想他内力即便深厚 掌力如此伶俐也必难持久 其实郭靖近近20年来 勤练九阴真金 初识争力还不显露 数十招后 小能十八掌的靖力忽强忽弱忽通忽土 从至刚之中伸出至柔的妙用 非但丝毫不落下风 而且程序反扑 越斗越挥洒自如 不过这战仅仅仅是前几十招的情况 后面就明显不太行 原文旁白是 金龙国师的武功与郭靖本在伯重之间 郭靖虽得其欲 但郭靖比他大了二十岁年纪 二人若是单打独斗 飞到千招之外满分胜负 再加上肖香子和尼摩辛 两个一流好手相助 郭靖本来不难取胜 只是郭靖的小能十八掌实在威力太强 简直他在掌法之中 加以全真教天罡北斗阵的正法 又因他一上来便将尹克希打伤 这一下先身夺人 敌对的三人先求自保 不敢放手攻击 事宜虽然以三抵一 也只是打了个平手 所以从金庸队金龙国师16年前的设定 是即便是不如郭靖 但两人的实力也是极为接近 之前郭靖以一敌似 固然是有超水平发挥的情况 同时也有金龙和蒙古三杰的心态有问题 此相比长之下 才导致了郭靖能一人占平 四人合力为殴 不过在金龙等人反应过来后 郭靖就有些抵挡不住了 原文是 又拆数十招 国师的金龙渐渐显出威力 尼摩辛的铁蛇也是攻势兼胜 郭靖暗杆焦躁 如此传斗下去 我终究要抵抵不住 也就是说 郭靖面对蒙古三杰的尾欧 只有前几十招能够堪堪与其打平 来周之后就会逐渐的陷入被动 如果只用战绩来说话 这个战绩恐怕还不如重阳宫内的小龙女 不过经过16年后的内宫与外宫的精进 郭靖依靠主角光环 仍会超过老四血一些 杨过和郭靖究竟谁更强 这里呢主要是取两个参考年龄 第一个是20岁左右 第二个是36岁左右 首先杨过和郭靖武功出城时都在20岁左右 前文的我说过 如果第二次画山论剑 老四觉得实力为10分 从郭靖和黄老师的交手上看 郭靖大概是在8.5分左右 而欧阳峰恐怕要在12分上了 神雕开场时又经过了十多年 郭靖跟欧阳峰有过一段交手 结果是双方打平 此时郭靖大概33岁左右 可以认为郭靖也有12分左右的实力了 又过了67年后 39岁的郭靖起码应该有13分左右的实力 而此时原文旁白说 金龙与郭靖的实力在博种之间 真打起来起码要千招之后才能够分出胜负 这个算下来16年前金龙的实力 恐怕至少有12分左右 是郭靖67年前的实力不过分吧 而重阳公之战 20岁的杨过 依靠悬铁剑的实力 还要在技能之上 技能后来也承认自己输给了杨过 可见当时的杨过 即便没有13分 起码也有12.5分以上了 参考20岁的郭靖 只有8.5分左右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20岁的杨过 起码能打两个20岁的郭靖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 36到40岁的两人武功成就 上面分析过 郭靖闯蒙古大英雄的年龄 大约是39岁左右 实力是13分左右 而金轮经过16年的时间 把龙象剥肉弓突破到了第10层境界 可以说是实力大增 猜测实力起码应该有15分左右 不过分吧 而杨过16年后 大约为36岁左右 即便没有悬铁重剑 在手的情况之下 杨过也是在400招内击败金轮 这里刨除金轮的心态问题 也让金轮强行跟杨过 千招之后才能分出胜负 那杨过空手的实力 至少恐怕要比金轮高0.5分 持悬铁剑的话 再多个0.5分 所以如果16年后 金轮的实力是15分 空手杨过的实力 恐怕要在15.5分 而手持悬铁剑的杨过 恐怕能达到16分 此时杨过36岁 而郭靖在39岁时 实力恐怕也只有13分左右 即便到了神雕大结局 郭靖的实力猜测 可能也就是在15到16分之间了 而老四角前100招 应该有14分左右 后面呢 因为年老体率就难说了 从金轮果实到郭靖 都为略高于四角级别 周伯通 郭靖 金轮果实的巅峰期 理论上都差不多 郭靖的优势是更软轻 后期成长曲线好一些 同时有主角光环 周伯通在书中战绩 是三人中最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五角之首的名头 而技能在天风期的设定上 因为有龙像波肉弓的加持 不输郭靖和周伯通 只是战绩上比较难看 略高于四角级别 在硬实力上略高于传统老四角 但是个人的成长曲线和想要空间 都不如天花板级别高手 优优独播剧场上